至少這個 去運作順尼派跟以色列和解 已經沒了啦 你可以看到順尼派 就只有阿聯酋站出來譴責哈馬斯嘛 那其他都不講話 順尼派事實上還包括 事實上周邊國家都是啊 都不講話 隔壁就是約旦 約旦也不講話 那 伊拉克是什葉派嘛 敘利亞也是順尼派 都不講話 所以 我認為順尼派也很難有正當性 因為 事實上巴勒斯坦人為什麼 為什麼哈馬斯會做這麼激烈的手段 我覺得就是在 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 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 他們感受到 沙特阿拉伯已經不太提巴勒斯坦議題了 那這是事實 因為我們後來看到 沙特在國際的場合在講的話 他們後來提的都是 這個 那沙特就可以 得到美國的核能的協助嘛 那不排除未來 可能可以擁有核彈 都在講自己國家的發展 你知道吧 那順尼派的國家如何跟以色列合作 在哪些項目上等等 那一開始他有說 我們跟以色列 建交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協助建立 巴勒斯坦國 可是後來這個聲音就越來越不重要 那尤其是去年2月 俄烏戰爭開始之後 那 那巴勒斯坦的議題就不見了 那 可是事實上 巴勒斯坦的問題在惡化 因為美國 以前他還比較去幫助救濟 加沙特巴勒斯坦人嘛 那後來更多的錢拿去救 烏克蘭的難民嘛 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是 巴勒斯坦人感到恐慌啦 因為巴勒斯坦是順尼派啊 他就會覺得說我們的老大 好像不太管我們了 要拋棄我們了 對 而且你要知道 即使是 沙特阿拉伯說要協助巴勒斯坦建國 可是他的所謂的兩國方案 美國講的兩國方案 屯肯區是視為合法的 那這個跟阿拉伯國家還有中國啦 俄羅斯所主張的 回到1967年的邊界 是完全不一樣的 1967是六日戰爭嘛 所以以色列你是要從屯肯區全部退出啊 那個才是巴勒斯坦的完整領土嘛 比如說這個 以色列光是在約旦河西岸有人就說 屯肯的人口已經超過32萬 這完全是非法 結果以色列用各種國內法 幫他合法化 土地是他們買的 對對對然後 那個再用軍警 把人家趕走 那當地人根本不願意簽約啊 就被迫簽約嘛 結果就變成是一個架構行為這樣 那你看到了 到處都有那種 很可憐的被 驅逐的鏡頭 這個是讓 巴勒博世界怎麼可能不知道 當然知道嘛 所以就是 很多人就會心裡啦 可是他們也不敢講 因為沙特是順利派的老大 他們不敢講 說你沙特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人家在驅逐巴勒斯坦人 不講一句話 不講一句話 然後呢 那個 美國講的兩國方案是承認那些地方 以色列是合法的 你怎麼不抗議呢 那你這樣要建的兩國方案 那對巴勒斯坦人就是一個打 打六折的 兩國方案吧 那尤其不能忍受的是 耶路撒冷 以色列建為首都嘛 從特拉維夫 搬到耶路撒冷 美國承認 他把大使館搬過去 那你沙特阿拉伯怎麼不出來抗議 之類的啦 然後 後來我們知道今年4月到7月爆發一些事件嘛 那以色列的軍隊直接開進 最神聖的清真寺 為什麼會這樣啊 因為哈馬斯 通常都 躲在清真寺裡面 因為他們主張政教合議 所以他們在裡面讀書啊 受 思想的訓練啦 你知道吧 所以這次以色列去打阿加薩 他目前 空襲的 兩個主要的地方一個是偏北部一個在南部 都是清真寺的聚集地帶 所以他炸掉了好多清真寺 阿拉伯兄弟們看到清真寺被這樣炸 他們怎麼會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啊 這越看越恨 就是這樣啊 仇就越結越大 所以你說這種 這種情緒嘛 那拜登派布林肯去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布林肯是猶太人 那你是要幹嘛 你是要幹嘛 去力挺猶太人 這個就好比 挺猶太人 這個就好比拜登如果派 Jill Biden 他老婆去 一樣嘛 他老婆也是猶太人 我跟你講美國啦 他的政治敏感度這麼低嗎 那請問川普不是一樣 川普派他女婿去 我認為是故意的嘛 就是我要派 以色列會認為我是挺你 所以我就派猶太人來嘛 就是這樣嘛 因為川普就真的是派他女婿去處理中東嘛 那甚至有人懷疑 那個Kushner在中東賺了大錢嘛 就是沙特跟美國 的問題的和解 還有 沙特跟 以色列的接近 這個起點是Kushner 就是川普的女婿啊 所以你去看嘛 人家怎麼不會覺得你整個美國政治都被猶太人主導 拜登的夫人是猶太人 川普的女婿是猶太人 川普最愛的女兒伊凡卡 嫁給女婿之後改教 從基督教改為猶太教 然後你現在 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Chuck Schumer也是猶太人 你的國務卿 布林肯也是猶太人 所以人家當然會認為你美國政治就是被猶太人主導嘛 巴勒斯坦人會覺得他們沒有希望 不可能 美國不能解決問題啦 所以為什麼我認為這個問題到最後 一定是 要中國介入了 因為 俄羅斯人 近來以色列也不信任嘛 因為俄羅斯長期就跟伊朗是結成一團的嘛 尤其是敘利亞 所以 我說中國大陸 扮演世界公道婆這個角色 是 無法避免的 為什麼呢 到處都需要他 因為他到處都沒有跟人家解怨 因為他 對國際事務向來都是不干涉嘛 就是中立 尊重別人嘛 中立嘛 那現在他有份量嘛 他有錢嘛 他可以做一些協助嘛 比如說 加沙未來的重建 這能夠 幫助他重建最快的一定是中國嘛 重建速度 各種 施工的能力 那剛好美國跟俄羅斯在這裡 就是被 刻板印象太深了嘛 以色列絕對不可能信任俄羅斯啦 絕無可能啦 雖然 他也想辦法再跟俄羅斯打交道 可是沒有辦法 俄羅斯事實上 上層也有很多是猶太人啦 可是 跟美國性質完全不一樣 他主要不是 軍人跟政治 他主要是有錢人 俄羅斯的有錢人很多都是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真的蠻厲害的 全世界的有錢人很多都是猶太人 可是美國特殊 他的政界很多都是猶太人 非常多 那 然後巴勒斯坦完全不信任美國 以色列完全不信任俄羅斯 那請問有哪一個大國 有份量進來擺平 而且 為什麼大家 你看那個 Chuck Schumer 見習近平的時候還當場做了請求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因為他知道中國 說得動伊朗 才使得上力 使得上力 就是伊朗 因為他知道 我跟你講 美國人 一定認為就是伊朗幹的 可是他不能說啦 然後他就 他知道中國對伊朗使得上力 所以就拜託啦 不要讓戰爭擴大 之類的 那可是最後 可是中國一定 我跟你講因為我看到中國外交部的聲明 我就知道中國大陸這次應該是完成的 他提了三點聲明 第一點就是說 這個 大家要盡量開始 斡旋 停火嘛 要和平 談判 那第二點就重提那個巴勒斯坦兩國方案 他加了第三點 他這兩點跟俄羅斯都一樣 可是他加了第三點 他說我們 在斡旋協助巴勒斯坦的事情上 我們出的力太少 他說國際社會要加把勁 他寫了這一段話 那因為 Chuck Schumer 剛好在北京嘛 他看到他這個聲明嘛 他當場就跟 大陸就提出抗議啦 說你怎麼沒有加一個 平民死傷的問題 後來 中國外交部就立刻再加這一句 說造成平民死傷都是不對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立場 所以你去想一想 中國大陸立場都寫得這麼鮮明 我認為 他目前為止他的立場是 最完整的 就是國際社會真的 已經忽略巴勒斯坦問題很久了 那被俄羅斯戰爭蓋掉嘛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應該要拿出辦法 那巴勒斯坦不建國這個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發展經濟嘛 沒有穩定的政府 所以老百姓就很容易 激進化嘛 這個事實上 研究政治學的都知道這是 政治學的定律嘛 就是什麼是 激進主義的土壤嘛 就是 沒有辦法發展經濟 生活非常困難 那也沒有穩定的政府 那就自己幹了嘛 不然 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革命是怎麼起來的 如果沒有八連抗戰 那到處貧富懸殊 國民黨亂搞 怎麼可能搞得起來 所以當然就是 他當然知道自己的問題嘛 而且 他處理新疆就是這樣的經驗嘛 比如說為什麼烏魯木齊 北疆 現在的恐怖事件變少 因為經濟起來了嘛 所以只有發展經濟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人是天生要當 激進派的啦 或者當恐怖主義者啦 誰想天天當自殺炸探客 沒有這種人啦 所以我跟你講你看現在車程 車程普京不是搞定了 普京後來就跑去跟 那個 卡達爾和解嘛 說我支柱你啦 你們家 車程你們就 穩住啦 穩住啦 那 他就跟他等於是形容簽約一樣 就中央補助你錢嘛 那車程你就去發展經濟嘛 大概就是這樣穩住了嘛 所以我覺得 這是唯一的解法 本來就是 中國非常有經驗啦 尤其是處理新疆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不介入真的不太可能 美國搞不定的中國來搞 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是這個概念 順尼派跟什葉派誰能搞啊 順尼派跟什葉派的和解誰能搞 這個伊朗對沙特 伊朗沙特以前是親美的 伊朗是親二的 所以沒辦法處理啊 因為美跟二一出來就 後面都藏短刀你知道嗎 所以只好第三方進來搞啊 就是中國 那 尼巴也是一樣啊 那個 中國不進來沒有辦法搞嘛 因為中國的份量 足以讓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對他尊重 這個跟 沙特跟伊朗是完全同樣的狀況